你喜欢滑雪吗 你喜欢感受极限运动的快感吗 你喜欢在雪山上感受对大自然的敬畏吗 大家好我是老番茄 今天带大家来领略一款非常有意思的游戏 Ski Jump Pass 双人技巧滑雪 这款游戏啊 准确来说应该是一个影片 游戏 Whatever 总之这款游戏啊 非常的非常的有趣 今天就带大家来领略一下这款游戏的魅力 至于说观众可能问我 为什么不戴眼镜而要戴一个墨镜呢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 这次比赛的赛道应该是 白雪艾艾非常的漂亮啊 日文 听不懂日文 并听不懂日文 他在告诉我们这个当天的天气状况 这个原游戏好像就有两位解说 大家听到观众都欢呼了吗 第一组选手 第一组选手 是我们意大利的选手 好让我们看一看他们有什么样的技巧 两个人 非常的沉稳 牛逼 牛逼 可以看到前一位选手 把另一位选手 取在了自己的手上 然后另一位选手做出了一个非常高难度的体操动作 然后他全身 我们看一下回放 非常有技巧的一个动作 非常有技巧的一个动作 而且可以看到这位选手的前倾非常的厉害 这个技术动作难度还是比较高的 难度还是比较高的 两位选手这个都将力量和技巧完美的结合在一起 哦 还有个单膝下跪 好酷啊 好酷啊 好 第二组 来自我们俄罗斯的选手 来自俄罗斯的选手 毛子啊 蓝衣服的 这两个选手这个看上去非常地彪悍 好啊 准备做动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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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哦 一个公主帽 要前一位选手啊 仿佛李翼王一样的水剑月啊 直接跳了下去 哦 这个动作是不是应该算是失败了呢 哦 是双人水剑月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啊 我还是没有参透这个游戏的内涵 哦 这个动作内涵其实是前一位选手啊 要在空中进行有规模的律动 有规模的律动 啊 然后后一位选手要在 在这种律动下保持的平衡 啊 虽然说 啊 可惜可惜可惜 另一位选手是这个动作失败了 不小心把另一位选手扔了出去 所以说呢 还是有一点可惜的 有一点可惜的 啊 德国选手 德国选手 哦 德国选手看上去胸有成竹的样子啊 穿着红黄色的这个比赛服 看一下啊 看一下他们有什么样的动作呢 3 2 1 跳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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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 他们这个 直接用自己的双脚夹住了板子 而让板子在空中 啊 左右摇摆 哦 真的是相当有技巧的 并且用这个自己的臀部 在雪上进行刹车 相当有技巧的一个动作 给你9分 9分 好的 接下来一组选手 应该是这个 津巴布韦 来自津巴布韦的两位选手 津巴布韦 他们那边有血吗 前面一位选手 把手放在来后面一位选手的鼻子上 然后形成了一个大象的形状 好有创业啊 不愧是来自非洲的选手 非常有非洲的风情 然后开始这个大象 把他的鼻子蹭在了地上 这位选手好像在使用全列线刹车 这个非常有创意 非常的有创意 然后这两位选手 来自澳大利亚的两位选手 他们是倒立着 不是倒立着 背对着前方 两个人的动作惊人的一致啊 真厉害啊 这个动作 八分吧 而且这两个人动作非常的一致你知道吗 就像跳水比赛里面 好接下来一组 来自芬兰的选手 来自芬兰的两位选手 他们赛前好像在焦头接耳的时候 似乎在商讨着一些重要的战术 好啊 两人做好了准备 三二一 发生了什么 一位选手在另一位选手的腿上睡下了 然后他开始用一个血胶 帮他掏耳朵 好温馨的一幕啊 好温馨的一幕啊 然后另一位选手还换了一个耳朵 他耳朵还会被掏烂掉吗 不错不错不错 感觉这次比赛的选手非常有创业 好接下来就看下一组选手 厉害 好下一组选手 哦日本选手 这就是一个日本游戏 所以说理论上来说 日本选手应该是最有这种主场优势的 最有主场优势的 看看他们会使用什么样的技巧 他是这个开始 都是大的 硼得 是弹杠吗 呃 硼得 哦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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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 went 因为选手在空中 哇和两个血胶成为了一个弹杠 然后另一位选手 对 就在空中进行着一些单杠的体操运动 不愧是日本选手 日本就是一个体操非常强大的国家 然后空中转体 这组是美国选手 美国选手好像赛前出现了一些内后 他们互相在打对方的狗头 两位美国选手 美国是一个体育强国 虽然说在这个雪地运动上 突然出现了一个新的角色 突然出现了一个新的角色 怎么回事 有一个小人 拿起来两块雪橇板 然后像翅膀一样挥动着他们 速度加速了 开始加速了 在最后那一刻后面有一个小人 然后两位选手趴在了雪橇板上 然后他就在空中当成了自己的两翼 开始挥动 有创意啊 有创意不会是美国选手 这一组厉害 刚才那个日本选手给10分的话 这一组至少也有9分吧 这两位选手 这两位黄衣男孩 做好了准备 弯下了腰 然后空中 刚才那个是假的 现在是真的 好黑啊这个游戏 这个游戏 这个游戏太黑了吧 这个游戏太黑了吧 这个比赛第一次出现了这个选手自暴身亡的情况 这其实是状况外的 好 接下来一组 这组是挪威 挪威选手 这组是两位挪威选手 诺威也是这个北欧国家 冰雪月项目应该非常的强 诶 在赛前 在赛前就把一位选手提了起来 然后在空中 他要干嘛 他为什么要把选手扔出去 诶 看不懂 怎么回事啊 诶 诶 选手 另一位选手飞了出去 诶 诶 为什么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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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ngo 冰虎 冰虎 所以说他们是在玩冰虎 确实挪威是一个冰虎很强的国家 所以说他们在滑雪 双人滑雪运动中 发挥着他们特长 诶 这组是什么情况是之前所有国家的选手 是一个合体技码 这怎么回事这是一个联谊项目吗 所有人都滑了下去 然后一排就起来了 然后他们开始 他们开始在空中 在空中 摇摆一起摇摆 整齐划一的动作 这整齐划一的动作 太酷了太酷了 世界大团结万岁 世界大团结万岁 好看一下下一组选手 接下来一几选手 后面还有个小朋友 这又是一个日本选手 日本选手又出现了 我现在非常期待日本选手的表演 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刚才那组因为太有气了 看一下他们背着个小朋友 是要做什么 一个选手 一几火箭脱离 是这样子的吗 是这样子的吗 它飞得越来越高了 我很知道他们在看什么 还在上升 还在上升 完全没有要脱离的意思 又脱离了 又脱离了 两个雪橇板 脱离了 最后还是一个太空舱 火箭发射成功 电视转播信号 好像出现了一些问题 这是在太空的两位选手吗 他们从太空向我们发挥了信号 可以看到他们已经 平安地进入了这个 绕地球的轨道 然后开始了 然后再一击脱离 再一击脱离 哇 各种镜头的切换 火箭脱离 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屁股 现在已经 已经在轨道上开始了运动 已经在轨道上开始运动了 在外太空 这是日本迈向太空的一小鱼 也是人类迈向太空的一大鱼 那么我是老番茄 刚才你看到的就是 这款游戏相当的 相当的有趣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老番茄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